民眾還沒有領到振興三倍券 但現在就有詐騙集團 已經盯上了散播詐騙的簡訊 民眾只要點下去 個資恐怕就會外泄 賴群組不斷轉傳三倍券的簡訊 上面寫著申請預購方式不符 要點下網址重新驗證身份才能預購 但這其實是詐騙集團 網路釣魚的一種方式 簡訊中所夾帶的網路連結 千萬不要隨意點擊 一旦點擊的話 可能會被駭客下載 住清木馬城市 詐騙集團手法不外乎分成四類 網路簡訊讓民眾手機中毒 假網拍透過低價販售吸引民眾 甚至還有假代辦和假檢警 目的都是要竊取民眾個資 手電筒照一照就能辨識真偽 三倍券上有微小字還有隱藏字 防偽工作滴水不漏 從金色到綠色 然後折光變色油墨這邊呢 也有凹版觸感印文 還有隱藏字隱藏字就是稍微變個角度就有200的 200的字眼出現 三倍券預購才剛上路 詐騙集團搭上這股熱潮想從中獲利 民眾收到相關訊息千萬別亂點網址 以免各自落入詐團手中 記者阿公雅麥林玉君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